书桌设有轻触式屏幕 作为电脑键盘 而电脑就由书桌下升上来 这样的设计是否很省位 还有一个有保安功能的储物柜 这是一块镜子 即是像照镜子 但当我走过去的时候 是Hidden了一个密码锁 我之前设定了一个模式 譬如我这样刷 然后这个门就开 这些都是少年发明了 陈奕熙的新创作 不再远在天边 反而是更在家中 透过一些普通我们用的傢俱 我们加入一些电子元素 或者机械元素 变成一样新的东西 令到我们的生活会更舒适 其实也是在我小时候的梦想 他各自能家居的设计 在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上展出 主办的创新科技处说 这类活动除了被市民了解 本港创新科技发展成效 也都希望年轻一代 重视科技和意念创新 日后还会加强和内地合作 培育有潜质的科技人才 在国家的层面上 会和科技部都很紧密的联系 希望在推动我们的学界 我们的大学等等 如何在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上 做一个更加大的角色 比如说增加多些 在香港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令到我们的科学家 可以更加直接参加一些 比如说我们叫863973的 国家重点科研计划等等 今次嘉年华在科学院举行 展出多项本港发明品 预计会有超过10万人至入场 香港风频电视记者郭泳斯报道